可惜他又不能走 所以我就跟他爸爸講說 齁齁 我應該等他十幾年 四歲 四歲 對 半斤零四歲 瘦啊 對啊 所以這個還好 其實發現說體力要練出來了 我現在都有肌肉了 所以當你一天走那麼多的路的時候 你算不一天大概要走嗎 不一定 有時候像我股度啦 或者中秋節啊 那個一天就都要跑二十個行程 一定要 一定要的 一定要 而且我應該這樣講說 我在選區這樣走 我很喜歡跟選民聊天 然後他們說的每一句話 我也都會放在心裡 然後每一個祝福跟期待呢 我也都會問我自己 能不能做到 然後做不做得到 那我覺得這個互動我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珍惜 也非常非常的一個 感謝 在我的大臉書也已經開始在分享 我在這段時間看到了這麼多的生命故事 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選區 也是一個非常有文化體面的一個選區 而且他們很特別 因為中正區是房價前三名 萬華是房價後三名 他們的所謂的優先持續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關係的問題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你們剛剛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一句話的這樣子 其實這次的餐選對我來講很困難 就是大概很難有那種口號式的語言 它的迫切性不太一樣 對 像中正跟萬華交界的地方 還有這個萬華的比較老舊社群的地方 他們其實居住安全是一個非常需要被考慮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也去拜訪了這個李洪元教授 我也拜訪了很多的這個都更建築的專家 我們做了好幾次的workshop 大概有一種叫做防災改建 我們不希望將來變成災後重建 但是以現在目前的這些都更條例 都不是現行的萬華的一些老程序要改建 所可以完全適用的 所以要更多的一個討論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月底吧 我們會做一個請建築師還有請有關瑜估的專家 我們會在萬華開一個開一個座談這樣子 萬華的改變就是說 不是與美人一個人可以來改變 而是我願意跟萬華人要一起 願意 而且現在我也感覺到他們的一個願意 supposed to be 什麼時候 從事物資討論